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我英文幾讀 先念標題給你聽 What are some of the worst business practices you've seen? 所以你所看過的最糟糕的business practice business是要做生意 所以practice不能真的翻譯成是練習 所以這裡是商業的手段、手法、做生意的方式 你看過最糟糕的做生意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這裡講的並不是說僅限於 例如說你跟你的客人之間的一些 例如說你筷子都不主動提供啦 你要買外帶不主動放湯匙這些的 這就算了,這個已經算是了 可是並不限於這一個 也可以是例如說苦毒你的員工啦 然後剝奪人家的有薪價或什麼這些的 這也是一種business practice 因為這畢竟這就是你做生意 並且你賺錢的方式 但是你可能播不到客人 你就來播你自己的員工也不一定 所以你所看過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I can share one with you 我以前曾經在工作一家公司的地方 你知道你工作會需要列印東西啊 什麼那些嘛對不對 做文件上的一些 那可能印一個東西 Shit 印壞了 那那一張紙是不是就作廢了 那你可能就會想說丟在這個 丟進碎紙機也有可能 就那個shredder這樣子 或者你也可能會把它丟在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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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廢紙 那廢紙這個詞順便說一下 又是叫它scrap這個詞 so scrap paper 就廢紙 沒有用的紙 廢紙 不是把東西停止那個廢紙 對不起 所以垃圾廢紙 scrap 那我們再多補兩個詞 像例如說我們也看過 scrap metal 這個就翻譯成廢無盡 scrap lumber 就是一些就木頭 然後是例如說你做了家具之後 餘下的那一些 木頭的 呃 呃 不是碎屑 就反正是 你知道可能做家具就切大塊大塊的 然後那一大塊大塊去組裝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木條啊 然後總之沒有完全利用到的啦 那那些就可以稱為scrap lumber 那那些說不定可以去做筷子啊對吧 所以scrap這個詞 可以理解齁 所以我剛說的是我做那家公司 那他會把這些scrap paper怎麼處理呢 呃 如果他的背面拿來讓你做筆記什麼幹嘛 這很合理嘛對不對 可是我就記得那家公司的副總 副總喔 已經是蠻高位的人喔 他每天就盯著那個列表機 伸出來的那個印錯的那個廢紙 那一欄裡面 他就會去把那個那一欄的紙 好好的整理出來 然後再讓大家去印一些 內部歸檔的文件 背面嘛對不對 那因為不用出去 所以另外一面印錯了 你打個叉就好了 你另外那一面印好好的東西拿去歸檔 總之神之神成這樣 需要副總自己出馬就是 好了抱怨一下 這也是一種business practice喔 OK 所以你認為最糟的business practice 你看過的有些什麼 我們看下面怎麼去分享 第一個人分享的是 hostility towards races 說真的你第一個看到這句話 你可能會聽一下 不知道再說什麼 但往下看你就會懂 我們先看一下一句 rewarding your existing employees is almost always cheaper than hiring new 所以我們看懂了 hostility是敵意 所以對一件事情的敵意 hostile或者唸成hostile也是聽過的 hostility是名詞 那這個race不是race race 他的意思就是加薪 所以對加薪這件事情有敵意 不爽加薪給你啦 那下一句他說了 回報你的現有員工 基本上幾乎 永遠都是比請薪員工還便宜的 這的確應該是事實 再讀一次這句子給你聽 rewarding your existing employees is almost always cheaper than hiring new cool I've had a manager that scuffed scuffed at a single 3% raise for someone who had no raise for 5 years 所以他曾經有過一個經歷 這個scuffed的意思就是 這樣子 所以不幹 這樣 所以對一件事情 scuffed 什麼事情 a single 3% raise 生3%的薪水 給誰呢 給一個5年沒有加過薪的人 for someone who had no raise for 5 years 所以祝你好運請新員工啦 good luck hiring a new person with that experience and for less money 最好請一個新員工 沒有那麼有緊 就有那樣的經驗 而且還更便宜 沒有這回事 好所以 下一個 there is a reason why job hopping and gets you more money and it's not because hiring new is cheaper 所以有一個理由 就是job hopping 就是從一個工作跳 另外一種工作 就有時候被那個獵人 投公司去獵過去 你的工作可能會比較好 工資就會比較好 我的意思是 job hopping hop就跳 ok 好所以這第一個人說的 我們來 再看下面的一個 這好難看喔 來 A veterinarian I once worked for I once worked for Try to make me reuse bloody IV tubing Between patients Veterinarian是獸醫 他一次工作過的獸醫呢 Try to make me 逼我來 reuse 重複使用 血淋淋的 IV tubing 這個IV的意思就是那個 靜脈注射 的打點D intravenous injection 所以這邊這個 I跟V 主要是來自 這兩個而已 Injection這個詞 他們就沒翻出去一個詞 所以 肌脈注射的那個 管子 在病人之間 當然這裡並不是病人 因為Veterinarian是獸醫 所以他想說 可能動物沒差 OK 那他說的就是 Just rinse it out 把它沖沖乾淨就好了 所以Rinse這個字就是 用水把它沖乾淨的意思 Just rinse it out He told me So he charge the same amount for pain injection for five pound pad and a 150 pound pad 所以他收同樣的錢 for一個 pain injection 就是止痛藥 for一個五磅的寵物 跟一個一百五十磅的寵物 收一樣的錢 這事實上聽起來完全不合理 因為他的dosage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劑量 OK 所以injection 剛看過也是註射 he overworked and underpaid his employees 所以他會讓他的員工做超時 而且付錢付的就是低於標準 underpaid 所以overworked又 underpaid他的 employees he was root his clients and try to make staff carry out tasks they were not qualified or educated to do they were not qualified or educated to do 他也會試著讓他的員工們 carry out 就執行一些task 就是任務 而這個任務 他們是並沒有合格 或者並沒有受過教育來做的 they were not qualified or educated to do 在念詞這邊給你聽 he tried to make staff carry out tasks that they were not qualified or educated to do he would cut corners in every possible way 最後一句整個就是sum up 他剛剛講的一個概念 他會在任何可能的方式來去 cut corners就是什麼概念 cut corners 想像一下好了 如果說你在 你要給人家一個東西 是需要 是需要 這該怎麼比喻啊 好我們用這個方式來想好了 假設今天你身上有痛 然後我是跌打師父 我就要貼那個狗皮膏藥在你身上 那狗皮膏藥是不是裁得四四方方的 那你可能在哪邊痛 就剪了一張狗皮膏藥四四方方的要貼你這邊 可是我想了一想 你的疼痛多半可能就是一塊 那狗皮膏藥的四個角是不是就沒有意義 因為那四個角便沒有cover到你疼痛的地方 我就把那四個角剪下來 然後那四個角剪下來 收集大了 收集多了以後 那四個角可以拼 像拼圖般的再拼出一張 新的狗皮膏藥 雖然這理論上來說聽起來很不可能 而且你也不可能真的拿來用在個人身上 他看到大家就覺得 What the hell你在幹嘛拼圖啊 可是這就是cut corner的意思 OK 就是把一些能省錢的地方 就是那些邊邊角角的部分就把它剪掉 應該還算清楚吧 所以cut corners 所以he will cut corners in every possible way 所以這個cut corners用在 各種不同的情境裡都可以拿來講 就是節省成本 甚至是節省不該節省的成本 因為像剛剛講的狗皮膏藥那樣子剪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這根本是不該省的成本 OK 好所以OK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Veterinarian的一個很奇怪的做法 然後 這個很OK 所以他說的是 any company or any service that allows you to sign up using the internet with minimal verification but requires you to either produce ID, bills, proof of address or show up in person to cancel that service 啊我好同意喔 這個真是超糟糕的 所以在翻譯師給你聽 任何公司或任何提供服務者 他允許你來去申請一個服務 你只要用網路可以申請 而且是要用 你用一個最低最低的 你的核實身份的方式就可以了 所以你甚至不需要用email去登記 你只要用一個什麼鬼去登記就好 事實上不用email是不可能的 好不管 所以用minimal verification 這個verification就是核實核對你的身份 所以他就是verify這個動詞的名詞 verification 像我們通常會在 你email登入的時候 請什麼 輸入一個什麼captcha 你大概知道你在說什麼 打一個很難讀的一個字 然後你打出來它是什麼字 或者是在下九宮格的影片中 哪幾格有路燈之類的 就那個你應該懂我在說什麼 所以那個東西 那個過程就叫做verification 因為他想要確認你不是機器人 或者你是本人之類的 好 所以任何公司 他allow你去sign up他的東西 using the internet with minimal verification 所以用極低的核實方式 but 可是卻會要求你requires you 來幹嘛呢 來要不就是A B C D E 或者反其中之一 所以to either 然後現在講好幾樣 那重點是如果你要來去cancel 就是為了cancel他的服務的時候 你就必須做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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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樣或者甚至更好幾樣 所以這幾樣再翻譯給你聽 requires you to either produce ID 伸出你的身份證 bills 拿出你的帳單 proof of address 就是地址證明 or show up in person 自己要出現 本人出現 來cancel那個服務 所以這很爛我也覺得 ok 像很多那種比如三個月免費 兩個月免費 三十天免費 就是當你在register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常常就已經會先要你的cancel 然後他會說等到你如果真的不要我這個service的時候 我們就 我也不會留你的cancel information 然後再說之類的這樣子 反正要cancel我也是不開心的一件事情 但或許那個不在這個範圍內 我再讀一次這個句子給你聽 any company or any service that allows you to sign up using the internet with minimal verification but requires you to either produce ID bills proof of address or show up in person to cancel that service 很糟 ok 所以要是我可以用internet setup的話 我應該就可以用internet cancel了 你就不要跟我扯那麼多 這很奇怪 ok that was a very good point ok 然後下一個 最後一個好了 I used to serve at a restaurant where we wore pagers that bust us when the table's food was ready 那以前在一個餐廳工作 那在那裡呢 他們會帶著pager 這pager就是那個bb call 像現在大家都應該知道 因為food court吃東西的時候 他點你一個紅色的一個 像是很重的一個鐵餅的一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就是一個 我們就叫它pager 其實就是個bb call 所以食物好了 他就會bb 然後你那個就亮起來 跟發出風鳴聲 然後你就知道食物可以去拿了 所以waiter跟waitress 或者是wait staff 也會帶著 那他們就會收到這個通知 然後就要去拿食物 所以他說了 再一次 I used to serve at a restaurant where we wore pagers pager這個字也給你看一下好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以前所謂的bb call that bust us 所以buzz這動詞就是bzz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bzzbzz叫 when the table's food was ready 所以當其中一個人 客人食物準備好了要去拿 good idea right?很棒吧? 好像是 well the owners had the policy that you had to immediately go pick up the food no matter what 好所以下一個點就很荒謬的 這個owners就是老闆們 他有一個政策 他的policy 這政策就是 你必須要馬上去把那個食物拿 就是拿出來 然後放到客人桌上 immediately go pick up the food no matter what 無論是怎樣 and that included 那還包括著 if you were in the middle of taking another table's order 還包括著 如果你正好當時正在 take somebody else's order 所以take order 也就是 呃 其實是聽命令 像例如說 我 我才不會從我的 我才會聽我女朋友的擺步 I don't take orders from my girlfriend 像這樣一句話就ok so you take order from somebody ok 那這邊說了 你在take誰的order呢 另外一個桌子的order 所以也就是你在替別桌點菜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要跟這個客人說 欸對不起我點了一半 可是我必須要去拿食物 I'll be right back 誰會爽啊 這聽起來非常荒謬 right? 所以那這裡說的 they said that people understand and are cool with it 他說的就是人們啊 就是這些正在點菜的這些人 他們會理解的 they're cool with it 他們會覺得這ok啦 I'm cool go ahead 當然不是啊 so of course they weren't though so every time I stopped taking a table's order and went and got the food they were totally pissed off 所以他每一次這麼做 就停下來 然後去拿食物 然後再回來繼續點的時候 they were totally pissed off 所以這個pissed off的意思 pissed本來是尿尿 可是這裡的pissed off的意思就是 生氣了 他們就會生氣 所以他完全不能相信為什麼 會這樣子做 ok 好所以這是分享幾個 就西方人認為很糟糕很奇怪的 的一些business practice 那希望你今天學到點什麼 如果你遇過這些類似的東西 或者跟這些不一樣的東西 也歡迎下面分享 so you're welcome to share your ideas or your experiences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所以我們或許把剛剛的詞再看一下 business practice 就商業手段做法 那scrap是垃圾 就不要的東西 多補一個字 這個是要scrape 這個scrape的意思就是 就是這個動作 scrape 所以要是你在刷馬桶 scrape 你在scrape這個toilet 洗盤子 scrape ok 哪裡去磨傷擦傷了 也可以是scrape 手去插到門把 插到牆壁之類的 scrape 好但是跟後面這個scrape 剛剛的肺是不一樣 所以肺子 scrape paper 肺五金 scrape metal 肺木材 scrape lumber scrape 那hostile 敵意 所以他第一個人講的是對於這個 加薪有敵意 so hostility towards you know giving races or hostility towards races 也就是夠了 然後再來 剛剛講到的那個 肌脈注射 打點的 intravenous injection ok intravenous venous intravenous injection 然後 這說的是剛剛的一個獸醫嘛對不對 那他說的是 你只要去洗一洗 就可以給另外一個動物用了 just rinse it out 很糟糕 alright 很糟糕 那然後說 他剛剛說給不同的磅數的狗 或者是其他寵物 也都用同樣的收費的方式 那這是不對的 right 所以他的dosage應該不一樣 他應該是跟 體重乘比例 so the dosage should be proportional to weight 所以proportional是乘比例的 後面加階級值是2 所以x should 把這個距離打一下好了 所以你 10打的這個劑量 should be proportional to weight ok 把這邊都用xy填進去 這樣比較好懂 Alright cut corners 就是偷工減料 省一些不該省的成本 cut corners 所以他其實是負面的概念 你不能說我們在省成本 然後合法的 合理的 用正當的方式省 然後你稱自己在cut corners 這是不正確的 ok you are trying to reduce your cost but you are not cutting corners cut corners cut corners是不該省的 卻是省的 所以我需要強調一下 這個事實上這個 相當負面的一個動詞 ok 這是一個負面的省成本 或許我用偷工減料 真的也就已經夠了 因為中文的偷工減料 就的確是負面的概念 ok 然後verify是確定身份 很合時或之類的 所以剛剛講的 用很簡單的方式 來讓你登記一個東西 登錄一個東西 但是卻要用各種複雜的方式 才能夠cancel它 好 然後最後講的一個 在餐廳工作拿pager 等等想了以後 要立刻去拿食物 即便你正在 跟另外餐桌的 點菜 you are taking order with a different table ok 然後客人會生氣 Peace off 應該沒問題 好 我們講到這裡夠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